失踪孩童明年开始可以在教育部属下的美华小学就读 同一般的学生一起上课 为了帮助他们融入主流小学生活 能够使用手语的教师会在课室同步教学 校方也将安排师生接受手语的训练 而校园内也会装置辅助设施 提供视觉上的指引 来看记者吴立新的报道 短短两小时 十岁的柯艺侠已学会一些基本的手语 包括她在内 共有12名小五生明年将成为师聪小姨新生的伙伴 我学习怎么用基本的手语跟我的body沟通 还有怎么帮她习惯学校的生活 我对自己很有自信 如果我不知道怎么比那个字 我会用我的身体来表达 美华小学明年起录取中度到严重失聪的孩童 目前已有六人报读 这些小医生将同其他学生一起上课 因此科目老师和能使用手语的老师 将会在课堂上同步授课 为此 老师们打算让全班学习基本手语 另外学校也将在校内增加视觉辅助工具 在食堂里那些摊主 有些摊主会准备一些卡片 让学生选择他们所要 比如说他们所要喝的饮料 然后就以卡片来 以那个摊主沟通 校内还会增加辅助设施 包括视觉指引的波音系统 门铃和火警 但新设施因学校的翻新工程 2021年才会完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